米酒瓶都有公文 都還沒開封過 是真的米酒瓶 我要看那個 勞動局吃了中油 榮種 台北捷律夾外包案 拿著多瓶米酒闖進勞動局 宣稱還開臉書直播 而他就是去年 打傷勞動局長 淚湘琳的范嫌李明彥 至今官司還在上訴期間 起好下午又闖進勞動局大鬧 李明彥偷偷避開一樓駐魏警 溜到五樓勞動局辦公室 一進去就拿出酒瓶叫凶 要求勞動局處理台北捷律 逼案中油逼案 還把手上的米酒砸在辦公室地上 場面一度混亂 勞動局內的員工嚇傻了 當場趕緊報警 而警方第一時間獲報後 已侮辱公署罪險 現刑犯逮捕李明彥 直達去年10月 才吃鋼筋打上賴香檸頭部 還將整個犯案過程 張貼在臉書上 這次又闖進勞動局辦公室內鬧事 還好這回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更寫 seating